古人有一句话说的好 对凡夫讲的 于知过去因 你也想知道 你过去是造作的什么因 今生受这世 我们这一生的遭遇都是国报 前世造的业 这一生你得的国报 于知来世古 我来世怎么样 今生做这世 我这一生干的事情是什么 我这一生所做所为 来世国报 这一生所受的 这些苦乐 是过去生中造的业报 这两句话 你要是真正听懂了 搞明白了 你就心平气活了 遇到什么样的困苦 艰难 你不会怨天又人 你会自己反省 自己改过自信 有没有作用 有作用 能把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减轻 可以把现前所受的还活 这就是改造命运 改造命运要靠自己 别人对你无能为力 要靠别人来帮助你改造命运 那是迷信 那是骗人的 那佛菩萨绝不起骗人 你们读了凡私讯 你看云古禅师教员了凡的 那一些开导 辽凡先生听懂了 接受了 回去一教奉行 果然命运就开了 你受过命都延长了 原了凡先生 原本受命只有五十三岁 他明白明了之后 一生努力修身既得 七十四岁走的 严寿二十一年 这是什么 知道命运的一个好处 人不能不知道 那么现在我们看 世间人 赶走 他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复发 也不相信孤身献献 心里面 只存着眼前的明文力 无止尽 无止尽地去追求 活得非常辛苦 他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 到时候 堕落在卧道里面 后悔莫及了 这里面 我们看见宝宝 还会有什么厉害 我看见宝宝 最后一切都会有什么 做的 不是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没有事